国产新世代Nissan X-Trail轻油电正式展开预售 先来说说价格部分 搭载1.5涡轮油电也拥有Level 2主动安全的X-Trail国产轻油电板 共分为三种车型编程 首先经典版预售价定在106.9万 中阶的领航版预售价则是116.9万 最顶级的旗舰版预售价为123.9万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X-Trail国产轻油电板三版本车型的定价 都比国产版本本田CRV略低一点 入门版本售价也比外界预估的109万还要来得低 等于正面对绝本田六代CRV的车型编程跟定价策略 但X-Trail国产轻油电版本的动力科技相对比较新颖 包含VC Turbo可变压缩比引擎 加上轻油电动力系统 以及ProPilot制型安全系统 其中VC Turbo可变压缩比引擎 跟所搭载锂电池及电动马达相互搭配下 可以爆发204匹马力 也能创造每公升能跑16公里的油耗数字 ProPilot制型安全系统 更配备独有的PFCW超视距车辆追撞警示及AI智能驾驶辅助 达成Level 2等级的主动安全辅助系统 至于内装部分 新一代X-Trail国产轻油电版将配备包括12.3寸数位移标板 还有12.3寸触控是影音主机和10.8寸抬头显示器等 也将提供双层隔音玻璃 Bose Premium银响以及3D超体杆座椅等配置 但最大亮点还是在于搭载1.5升VC Turbo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引擎 并结合轻油电复合动力系统 能够提供最大204匹马力和31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X-Trail国产轻油电版三种车型编程 同步会有客货与客车两种认证版本 而就在玉龙汽车70周年场庆 玉龙执行长严陈丽莲也强调 全新Meson X-Trail轻油电车款是玉龙首款搭载VC Turbo可变压缩比引擎 也是玉龙首款采用轻油电技术的国产车款 相信下线的X-Trail新车一定能一扫阴霾 为玉龙与玉日车带来长红业绩 您认为这样的玉龙新车与本田CRB双雄对决下 最终谁会胜出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想家 我们下次见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一生俊